大水淹没整条街道变成汪洋 这就是爱达飓风呼风唤雨的威力 爱达一度带来17级暴风 将一栋建筑物屋顶砖瓦一片片掀开 爱达飓风以惊人威力 登陆美国路易西安娜州 掀起的狂风暴雨连州长都看傻眼 四级飓风威力 角的当地天翻地覆 CNN记者冒命报道 飓风过后 住宅区变水城都市出现罕见奇景 居然有海豚在市区内游泳 但更多的是家园残破景象 铁皮残骸掉满地 树木被连根拔起 爱达飓风所到之处 路易西安娜州或马市中心 到处都是废墟 居民看着曾祖父的老房子 被一瓶心都碎了 爱达破坏力惊人 八座电塔倒塌被吹垮 其中一座电力塔倒塌 掉入密西西比河里 目前路易西安娜州 依旧有百万人无电可用 灾情严重地区 电力最快要一周才能恢复 目前爱达飓风 已经降为热带风暴 灾民等在超市前 准备采买民生必需品 风雨过去了 灾民开始上口 只是现在不止缺电还缺油 爱达飓风就所以在路易西安娜州 造成重伤害 专家说跟气候变迁脱不了关系 民国总统拜登说 救援物资正在路上 世界中心厨房创办人表示 团队将在路易西安娜州设立三个厨房 提供超过十万份餐点 请全力让灾民救灾之余 不会饿肚子 TVBS新闻 这么不得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正好 我再来